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刘老翁喜欢一个人到山野之地 去迎诗诵词 他喜欢那种清幽远离尘埃的环境 有一天刘老翁到山上去游玩 只见这山里啊 秀美 鸟语花香 他迎诵其诗词很快乐 老翁突然听到远处有动物哀嚎的声音 他走到那里一看 这里有一个大土坑 一只母狐狸掉到了土坑里面 爬不出来了 一只小狐狸在土坑边上哀嚎着 这母子情深的画面感动了刘老翁 刘老翁就找来了一根粗树枝 他把粗树枝伸到了大土坑里 那只老狐狸爬了上来 狐狸母子看着刘老翁 眼里都有了泪痕 那是感动的泪痕 这只狐狸啊 很特殊 它的头皮上有一撮红色的毛发 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刘老翁想起了那句诗词 鸟的诗句劝句莫打只头鸟 自在朝中望母归 动物和人类一样都用母爱呀 随即阿老翁离开了这个地方 回到了家中 他借着操劳自己的家务事 这不眼瞅着二儿子就要结婚了 他给二儿子选了一块宅基地 就要在这里盖房子 刘老翁选择了一个村外地基盖房子 他想在这里盖上三间大房子 好让儿子住得宽敞些 刘老翁盖房子的时候 很多人都说这里曾经发生过战争 很多士兵的尸体埋在了这里 就劝诫这个刘老翁不要在这里盖房子 刘老翁心里想啊 这个地方宽敞 再说这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 不得有个几百年的历史了 那些阴兵啊早该脱生了 刘老翁就这样把房子盖好了 一天他在房子里面欣赏自己创造的一切 感觉很有成功的感觉 正在这个时候啊 村里的李老翁提醒他 你这个房子的位置曾经发生过战争 这支军队在这里全军覆没 你可要注意啊 刘老翁说我房子都盖上了 怎么也得住几年呀 说着就离开了 刘老翁就搬到了房子里面 自从他搬到了这个房子里面之后啊 第一天晚上 厨房的角落的油灯就着火了 索性呢只烧到了窗户的一个角落 没有发生大的火灾 又过了几天 房屋后面的柴火堆也着火了 由于发现的枣没有燃烧起来 刘老翁就纳闷了 莫非下面真有阴魂 而且是阴魂不散 老翁就想找个道士看看 刘老翁因为家务事多 就耽搁了这件事情 一天晚上 他去新宅里写点东西 就在他沉浸在笔墨之中的时候 他就发现了一个红毛狐狸 叼着一个火把 他将这个火把 扔进了他所在的屋子里边 刘老翁看到这里呀 他赶紧地跑出了房间 刘老翁看到一队士兵列队而来 他们手里拿着各种兵器 他们朝着刘老翁砍去 刘老翁吓得是无处躲藏 为首的那个人说我们战死在沙场 为了国家和人民牺牲了 在这个地方 集体埋葬在这里 没想到这里的人很无知 他们竟然将洋宅盖在我们的印宅上面 我已经警告过两次了 他还不搬走 看我们是死 去的人就欺负吗 迎宾又说烧了宅院 将这个老翁杀了 意见我们心头之恨 然后有人硬喝到把这个老翁扔到火海里 突然呐 前面是火光冲天 一个红毛狐狸手里拿着一些纸灰 他朝着那些阴兵洒去 原来他们只怕草木灰 阴兵喊到房子也烧了 咱们撤退吧 随即这些阴兵就立即消失了 红毛狐狸和老翁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老翁说幸亏你的一把火烧了房子 要不啊 阴兵非得将我砍死 房子没有了 没杀人 没有了命 就什么都完了呀 红毛狐狸说 你救我一命 我还你一命 因为感恩 他们相互帮助着 天地间生起了一团正气 故事讲完了 如果您和我也一样 喜欢听故事的话 请为我点赞 关注我一下 您的鼓励 是我最大的动力 谢谢收看 下回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